石球 叶片 这是一枚九重格的叶子 拿到叶子以后 首先要再 要把水分擦干 然后摆平 做到你想要的图案 今天用的是 相叠的方法 这样就是会印到两面的图案 压平叶片是完整的 不要让它晃动 所以如果不要它晃动 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动作 球拿起来要先轻轻的滚 轻轻的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叶片跟手帕 先来一个 先来一个稍微的一个固定 因为叶片会出水 它会一个固定 它是已经稍微一个固定了 然后我们再用 用残修的方法 用手的 手心 轻轻的 滚动 左手还是要把叶片固定哦 就可以局部的 要看我叶片的一个完整 要把整个叶片的轮廓 都要挤压出来 不要一次性太大力 不然的话叶片会烂掉 它的枝叶就会不完整 就没办法把叶片的整个的形状展现出来 越轻巧 按压的越久 叶子的脉络越清晰 我们主要是要叶片的脉络 力道要轻均匀 这个是要叶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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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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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的饼跟它这个叶片之间 它会有一点点的高低不平 所以要再清压几下 叶饼不要压太重 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太高了 会糊掉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叶片基本上是完整的